五眼保光的專欄《正經年代》 今期的標題是 海外香港媒體人聚會 感受與路人互相支援 我有份參與發起的香港海外傳媒協會 HKMO 在2022年10月成立 距今剛好約一週年 上星期我們在倫敦舉辦了一個新春期週年聚會 期間邀請了多位已經移英及海外的傳媒行家好友 學者、導演、聚首交流 短間還邀請了一傳媒創辦人 黎智英國際律師團隊 人權律師Keelan Gallagher作為晚會主港嘉賓 晚會在一片愉快的氣氛中度過 大家雖然離散海外 但很高興的是 很多傳媒朋友繼續以不同的自媒體身份 繼續為香港發聲 也很高興在這個場合見到很多熟悉面孔 有很多已經是多年的好朋友 也有很多雖然素未謀面 只不過因為他們是我每天都會看會聽的YouTube主持 由於我實在太投入 搞到自以為與對方很熟 其實大家都只是第一次見面 不過原來大家早就透過對方的頻道內容 互相了解 現在反而有相逢恨晚的感覺 我自己過去多年來都是從事財經新聞採訪 但為什麼無故會發起一個海外傳媒組織呢? 答案其實很簡單 自己30年前在傳媒黃金年代加入媒體行業 既受惠當年行業高速發展 甚至還有資源可以發起籌組第一個香港財經台 自己多年來也跟隨過不少好好的上司 學習了很多 現在雖然離開了崗位 但對新聞自由關注從來沒有減少 我亦希望可以繼續在海外以不同形式及崗位 支持在香港的行家、朋友 回顧過去一年工作 香港海外傳媒協會首要關注的是 香港記者面臨長期監禁的不公對待 和獨立新聞媒體被迫關閉的情況 香港海外傳媒協會多次發表公開聲明 支持捍衛香港的新聞自由同業 除了關注及支持香港受壓迫的新聞自由 香港海外傳媒協會也希望能對已離港的新聞工作者作出支持 去年年初我們與國際記者聯盟IFJ進行問卷調查 發布流散海外香港記者調查報告 是近這四年在新一波移民潮下第一個同類調查 研究調查結果顯示 大多數流散海外的傳媒工作者 有超過一半人不再從事媒體行業工作 很多人是因為香港的經歷 導致他們根皮力揭 甚至受到創傷 然而有三分之二的人 仍然希望可以重返媒體行業工作崗位 反映流散海外的香港媒體社區面臨多種挑戰 但他們仍然努力捍衛香港新聞自由的精神及傳統 事實上在海外不少媒體人都很努力在自己的崗位上 發揮捍衛言論自由的功能 但我自己有時會想作為一個個體 就算有過萬的followers或者十萬計的likes 但對政府來說都只是一個個體 要發揮海外更大的影響力 是否可以有些機會令我們可以更聚合大家的力量 為我們共同關心的議題 為一些不公義的行為 可以共同發出我們的聲音呢? 更重要的是 特區政府現在進行的23條立法 因諮詢文件建議新增境外干預罪 結合23條中修訂殖民地年代的煽動意圖罪 根本就是針對香港境內外的所有遠對抗 因新的煽動意圖罪不僅會提高刑責 更甚是將煽動針對的對象 包括全國政府機關以致引起香港特區 或中國不同地區居民之間的憎恨或敵意 都屬納入煽動意圖罪 顯然而見 過去幾年在社交平台及YouTube出現過的 一些熱門批評政府的遠對抗貼紙 日後都可以歸類為煽動意圖的 近日香港記者協會向政府提交意見書 就《基本法》第23條諮詢表達意見 但就被保安局及香港新聞工作者聯會 批評記協缺乏代表性 我對有關不准確言論深感遺憾 政府和其他組織應該注意的是 記協在1968年成立是一個工會 在香港沒有其他組織有如此悠久的歷史 而在國際上 記協遞屬於總部位於比利時的 國際記者聯盟IFJ 是全球最大的記者工會聯合會 而且它是代表來自146個國家 187個組織的超過60萬名媒體工作者 IFJ是教科文組織的準會員 自1953年以來一直在聯合國代表記者 面對香港的新聞自由日益被收窄 因此今年香港海外傳媒協會的工作 是希望支持海外的媒體朋友 我們近日發起一項協作計劃 包括希望作為一個中間人 令不同平台的朋友連結起來 目標是可以在本身平台 分享其他參與計劃的媒體內容 甚至像一些跨平台的合作 大家可以crossover內容 令傳播力可以去得更廣 影響力可以去得更遠 《紐約時報》中文版近日有一篇專題文章 《潤出中國後,他們開始重建中國》 只從東京、清邁、杜阿姆斯特丹和紐約 都有不少移居海外的中國公民 正在構建在中國遭到禁止的公共生活 培養自己的公民意識 而這個正是共產黨不希望看到的 他們開設中文書店 舉辦研討會並組織民間團體 這些移民正在創造一個不同的中國 一個更有希望的社會 在過程中,他們正在重新定義作為中國人的意義 去年就有四間中文書店在東京開業 組織這些活動的移民都表示 他們認為學會無所畏懼地生活 互相信任並追求一個有目標的生活 非常重要 就好像中國的公民在海外 既建立自己的公民社會 我們一批近年由香港離散到海外的人 希望大家都意識到自己並不孤單 我們要開始尋找志同道合的人 互相提供支援 並重新建立一個 Hong Konger 的公民社會 本部專欄作家所提出的批評 資在指出相關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錯誤或缺點 目的是促進糾正或取消這些錯誤或缺點 隨合法途徑予以改善 絕無意圖煽動他人對政府或其他社群 產生憎恨不滿或敵意